大家好 Aurit 今天讲一个传输文件的强力工具 AirDroid 它可以在手机和手机 手机和iPad 手机和电脑之间都可以传输文件 非常方便 尽管有些功能呢是需要 登录的注册登录 但其实呢 注册登录很麻烦 它需要手机号这些东西 不注册不登录也没有关系 都能使用的 那么在这里 IHUI的Web我们点击 点击好以后 看最下方 最下方有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呢 输到电脑里浏览器里 上方就这个地址 我打回车 可以看到在手机上要 别忘了点一个接受 我手机上点了接受 点接受以后 他们就连接起来了 电脑和手机 那么这个iPhone 这里就是它的资料 照片 文件 视频 安卓手机呢也是一样的 也会存在这个界面 然后你就要需要传照片的话 点击这个照片 就可以看到 手机上的这些图片了 如果你要看手机上的 视频就点击这个 那么你可以传视频了 选中你的视频进行传递 好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说 我想你图片举例吧 手机到电脑 那么选中这个 比如这张图片 点击下载 好 这时候就可以存到 电脑的印门上了 好 这是它 传输成功了 我看对不对 打开文件 好 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呢 传过来了 好 正确 再看 如果要想 将电脑上的文件 传到手机上 可不可以呢 那我们再试一下这里 点这里上传 选择 电脑上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 111 传递完成 可以看到一张图片过来了 我们再打开手机看一下 是不是过来了 好 这是我的手机 我看图片 文件夹里有没有 点上面的photo 上面的文件 看最上面有没有 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个文件 就是刚才的图片传过来了 也正确无误 也就是说从手机到电脑 电脑手机都是可以传输 而且速度是最快的 手机和手机之间 手机和iPad之间也能进一户传 只要选择这里附近的设备 你要办 那么点击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可以收到一个iPad 这里可以收到一个iPhone 那么随便点击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 它们俩之间呢 就连切起来了 手机和iPad 这时候你要传照图片 就选择图片 传文件 选择文件 比如说这这相册里的各种文件 选择这文件一点发送 这里呢就能接收到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马上就照iPad上来了 从iPhone 反过来呢 依然相同的方式 这里呢选中文件 图片 这里呢就接收到了